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就是谢熙丹和陈玉 谢熙丹和陈玉都是尿毒症患者 但他们热爱生活热爱小品 用出色的表演赢得了潮州赛区的冠军 经过两年的相知相爱 昨天两人终于步入婚姻殿堂 伴随着喜庆的音乐 新娘子谢熙丹在担扬的陪伴下出场 新郎陈玉则用独特的小品方式迎接新娘 两人携手相言和享福 与普通人的恋爱经历不同 患有尿毒症的他们在病房里相遇相知 靠着每周三次血液透析维持着生命 爱情的力量让他们互相扶持互相鼓励 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 谢熙丹的乐观善良感染了周围很多人 其中也包括陈玉 陈玉说在被确诊尿毒症之后 他曾一度沉沦 整天关在房间里打游戏消磨时间 谢熙丹的出现给他灰暗的人生带来曙光 让他重振生活信心 我们一直到处里打游戏消磨时间 因为有着共同的爱好 两人越来越默契 在一次次排练表演中 逐渐地擦出了爱的火花 点燃希望温暖彼此 婚礼上亲朋好友们 为他们送去最真挚的祝福 这些社会 特别是这些门外 这些生意正式社会 祝他们幸福本书 必须是他们 下来希望他们 参照惊多的族兵 来回报社会 这些共同学的计划 大家也会感觉会很开心 平时他们在 我们的宿泊案 在百年纪计划 这些会计划 对待广泊的态度 中文人能幸福直升 白头海浪 我们的选择任何人 以生涯规合美的天 和生涯规合美的天 今天这几句就是 新的开始吧 这些人是 经验的 能力 多借故我家的成功 一个参照 新的小兵 来迎创 多福尽让我们的感觉 我跌跌撞撞奔向你 你也不能一个人离去 我们在一起说过 无论如何一起经历了风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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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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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